自从浪姐这档综艺开播的那天起 全网就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消息 姐姐和乘风波浪这两个词 快成为这两年的流行语了 一时之间都感觉到不知道有点跟不上潮流了 不知不觉中第三季的浪姐马上就要迎来收官了 为了能够让这一季再创辉煌芒果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首先节目组请来了前两季的人气王宁静和纳英 其次这一季的嘉宾阵容 既有王心灵、Tims、张强这种能够勾起回忆的姐姐 又有郑秀妍、张天爱、谭薇薇、吴景妍这些人气姐姐 堪称阵容豪华 最后在四宫进行了四宫的时候 居然请来了孟家、金城、李斯丹妮三位一代姐姐 还有容祖儿、吉克俊逸 江英容三位二代姐姐前来助阵 让节目的热度再一次的翻番 实话实说啊 有了前两季的姐姐的助阵四宫的舞台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一代姐姐的你真的是让观众看到了什么叫唱跳的天花板 李斯丹妮和王心灵、郑秀妍三位合作的孟不落、雨林 让大家知道了这一季姐姐并不差 只是选举有时候会拉胯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毕竟这是三代姐姐的舞台 一代二代的姐姐更让人喜欢 也只是米军上天花而已 经过四宫的激烈对战 郑秀妍队获得了全员晋级的名额 王心灵队则是四组中的分数最高 谭文维队和宇文文队就有点惨了 谭文维队的毛俊杰和宇文文队的胡信儿、许如云三位被淘汰 在每次公演淘汰完之后 姐妹们又要开始进行重新分组 这次也不例外 谭文维的人气较高保留了队长的身份 宇文的个人喜爱度判明较低 连队长身份都没有保住 在以往的浪劫中 组队向来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环节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暴露出很多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要是说这组的最有看点 最有话题性 最有争议 最值得期待 那必然是薛凯奇了 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薛凯奇哭了 而且是哭到崩溃的那种斗大的眼泪往下掉 王心灵一开始确实是想显薛凯奇的 但是看到这种情况后 也是决定成全对方了 很多观众看了这一幕之后 真的是对薛凯奇感到无语 自从三公过后 王心灵的个人喜爱度 直接串到了榜首 而且由他率领的队伍也是屡战屡胜 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季的长胜将军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 每一位姐姐都应该去找王心灵队 因为这一位者可以躺赢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薛凯奇会哭得那么伤心呢 在节目中薛凯奇给的理由是不想离开团队 因为姐妹情深 表面来看 这个理由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呢 这真的是薛凯奇不愿意去 王心灵队的真实原因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就是王心灵队从来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 薛凯奇就哭了 除此之外 郑修媛选人的时候 薛凯奇是一切正常 没有一丝的眼泪 那大家没有一丝疑惑吗 薛凯奇到底是不想去王心灵队 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队伍呢 从郑修媛和王心灵做选择时 薛凯奇的表现来看 薛凯奇应该只是不想去关心王心灵队而已 换句话说 如果要是郑修媛选她的话 她也会哭 但心里并不抗拒 相信很多人都有着疑惑 这是为什么呢 很明显现在的王心灵队 要比郑修媛队更强的呀 站在郑修媛的角度看薛凯奇 其实她不想去别人 王心灵队另有目的 大家看一下司公结束后的 个人喜爱度排名 王心灵第一 蔡卓妍第三 钟心童第五 张天爱第九 吴景岩第十 王心灵队全员前世 人家非常高 除了王心灵队的五位之外 前世的姐姐只有郑修媛 薛凯奇 谭维维 余文文 唐诗意 在这五位姐姐当中 周星园队只有一个 谭维维队有两个 余文文队有两个 咱就是换种说法 薛凯奇排名第四 她这样的人气 不管是被人分到了 郑修媛组 还是谭维维组 那都是拔尖的 然而要是到了王心灵的心 那薛凯奇这样的人气 还真的是占了多大优势 只要是看过前两季的 浪姐的观众都知道 是在最后的成团业 一共有两支队伍 虽然说这一季并没有公布规则 但应该是这种玩法 按照这个逻辑 武功结束之后 三支战队就会合并为两支战队 从目前的个人喜爱度来看 王心灵队是肯定要保留下来的 剩下的一支战队 必定是要在郑秀妍和谭维维中产生的 咱们再来回想一个问题 在前两季的节目中 成团业的成团名额 基本上是一两队平均的 的确区别不会太大 现在王心灵队的所有人的人气 前十 要是薛凯奇去了的话 他最终不能够成团 真的是不敢保证 毕竟前十的人气 差距都不是太大 谁都有可能 然而要是到了薛凯奇 另外一个队的话 不管是郑秀妍队 还是谭维维队 他的人气就不占优势了 聊到这里 咱们就来说说前面说到的问题 郑秀妍选人的环节 薛凯奇 情绪很稳定 轮到王心灵的时候 谁都没有开门 薛凯奇就哭上了 难道这还不是够明显的吗 说明白了薛凯奇 只是不想去 王心灵的心而已 因为在那里 他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颜值 业务能力 人气 没有一样是可以确保强过他人的 只要不去王心灵队 薛凯奇最终成团的几率就会比较大 万一队伍输了 他的人气又可能被淘汰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什么姐妹情深 什么舍不得自己的队伍 这些都是次要原因 最主要的还是去郑秀妍队 或者台卫卫队 比去王心灵队更安全 更有成团几率 大家要是站在王心灵队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那薛凯奇就是矫情 舍不得自己的队伍 然而只要大家站在郑秀妍队 或者是谭维维的角度 立马就能看清楚 薛凯奇的真正目的 当然薛凯奇只是想成团而已 他也没有什么错 不是吗